劝学 节选 君子说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不可以中途停止 像电氢染料取自于兰草 却比兰草更轻 冰块比水还要冷 木材一绳墨取直加工 就会比直 刀剑在磨刀石上磨过 就会锋利 所以说 不登上高山 就不知道天有多高有多大 不面对神果 就不知道地的身后 你们这群小子 给我听着 如果不听从前圣王遗留下的言教 就会不知道学乌的广大 变身 所有的同学 大家好 我是荀子老师 老师又来教大家学习了 因为 好的老师 直接带你上天堂 不好的老师 让你变拱狼 就这么简单 我也是明星人性分析师 我是荀子的弟弟 荀子Junior 谁说兄弟不能同台 我们分析人性 讲学习 都是一样的精准 今天 我们先来分析小鸟 南方有一种鸟 叫蒙鳩 它用羽毛竹巢 再用细毛草编结 看起来很坚实 对不对 但老师有没有讲过 千万不要把鸟巢 系在芦苇花上 否则风一吹过来 芦苇折断 你一家老小舅 会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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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有讲过 你没有听吗 你没事干嘛 选一个烂地方住呢 白沙混在黑泥之中 就会和黑泥一样黑 把蓝槐的羹 浸泡在臭水中 你还会想佩戴它吗 讲得很好嘛 浸珠者赤 浸墨者黑嘛 所以说 要好好选择住的地方 交朋友呢 一定要找正直的人 好 再来 之前老师 有没有在节目上面讲 食物不要放太久 否则很容易坏掉生虫 会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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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肉腐烂了会长虫 鱼枯干了 就有肚虫 还有醋一发酸 蚊子这些飞虫 就会聚集在一起 这代表什么 代表言谈有失 就会招来祸害 行事不正 就会引来耻弱 脏东西 就会跟脏东西在一起啊 当你的行为很邪恶时 仇恨就会集结而来啊 对嘛 老师有讲过嘛 你没有听嘛 同样的道理 你只要不断学习 累积善行 就能拥有智慧 具备圣人的修养 好的事情 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再来 老师今天还要分析 两种生物 其中一种呢 就是大家很爱吃的螃蟹 螃蟹一呀爪拔个 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点一起呀搏一缩 爬呀爬呀过沙盒 唱得好啊 没错 为什么螃蟹有那么多只脚 加上一对大豪 却只会寄生在蛇 和扇鱼的洞穴里面 没办法到更广阔的天地呢 你再看另一种生物 就是扭来扭去的蚯蚓 它没有锐利的爪牙 也没有强健的筋骨 但为什么 它可以钻到地下之尘土 和地下水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很简单嘛 就是有没有用心 有没有专一嘛 不专心致志就没有智慧 不集中精神就没有写助的功效 你看看 藤蛇没有脚 却可以飞来飞去 无数有五项技能 但都不能专精 所以到头来 没有一样可以比得上别人 这些老师有没有在课堂上讲过 有讲过嘛 讲过了 你有没有听啊 你没有听嘛 好 我们还是要平心静气 进一段广告 广告期间 什么人打电话进来 我们有优待 就是你想专心学习 想跟藤蛇一样会飞的 打电话进来 有五折优待 我们进广告 从前呢 薄牙一弹琴 低头吃草的马 就纷纷抬起头聆听 可见 只要能感动人 声音不会因为比较小 就不被听到 做学问也是这样 只怕不能累积 否则哪有不被人知道的呢 老师有说嘛 你要听嘛 就那么简单嘛 就那么简单 就那么简单 声音符